导演吴念珍旗下的最前线形象创意公司 传出在去年十月以及今年的三月 遭到检调搜索 大概是为了哪一方面的事情 我不知道不知道就好了 所以导演你自己被搜索完都还不知道 没有就是大概会有一些 他们曾经在公司另外部门 曾经的某些公家单位的一些东西 两度遭到搜索 传出主因是承包民进党主办的公投入联 南投县府的火车好多节 以及台南县府的糖果文化节 这三场活动传出主办单位有徒利厂商之嫌 但对于这样的指控调查 吴念珍显然无法接受 虽然不满检调的办案手法 但吴念珍却不愿意多提起这两段被搜索的细节 只表示未来会把心中的感受 用文字甚至是影像表达给社会大众 三例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到底是不是改朝换代之后的大追杀呢 那么吴念珍传传出化工作室被检调搜索 一向本土色彩浓荷的吴念珍 不管是在过去总统大选 还是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都看得出来他的现身力挺 那么尤其在过去陈前总统任内 总统在电视媒体跟人民喊话 因为阿扁传真的节目 甚至是他任内最后一年的贺岁节目 也都是由导演吴念珍掌尽操刀的 那么现在他被搜索 许多绿营人士就批评 说这根本就是检调对绿营人士的清算 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仿照美国总统的路边谈话 陈前总统创先例 在电视媒体前 向人民喊话 这个名为阿扁传真的节目 就是出自导演吴念珍掌尽 还有这一幕 陈前总统在镜头前 深深一几宫 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贺岁 宿主感性谈话 这也是吴念珍操刀的 不管是广告还是电影 吴念珍的作品有着浓浓的本土色彩 就连政治立场上 也和绿营人士走得近 不管是2008年常常竞选总统 还是谢长廷竞选台北市长 造势场合上都看得到吴念珍用行动来支持 现在突然传出吴念珍的工作室被搜索 原因为何 绿营人士自由解读 这一年多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一种 这种台湾的气氛 就是全面追杀绿营 清算这个前朝的举动 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清算前朝的政治人物 到现在变成在清算民间企业 甚至是文化人 媒体人 吴念珍被搜索 绿营人士有怀疑 曾经在当年 别马珍台北市长饱座时 吴念珍就曾经公开杠上马英九 看这段话对比现今搜索前进 绿营人士最后算账的疑虑 如今看来似乎格外讽刺 307文中文不得 而且被绿营认为是在追